嘿大家好 那么欢迎继续回到令费事难忘的对局当中 那么首先作为2022年的第一个视频 那么我打算先送上我的一个迟到的新年祝福 那么祝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 虎虎生威 虎假虎威 虎头无脑 虎背熊腰 那么总而言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虎年大吉 那么其次的话还是很不好意思 因为之前事情确实比较多 人在江湖生不由己 我分身乏术 所以可能稍微断根了这么一会儿会儿 但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我打开私信的时候 发现铺天盖地的都是大家对我亲切的问候 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大为感动 那么所以说我们继续来看废舌 那么在开始之前 有一点我还要说明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上方 有一个新的小活动 叫做这个有趣的无奖竞猜 那么如果大家猜错了 不要气馁 因为往后的每一期视频 我都会给大家来这样一道题目 当然如果你猜对了的话 也不要沾沾自喜 因为这是没有任何奖品 但是很有趣 那么这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大家在看齐之余 那么能够扩充一下大家 在别的领域微不足道的知识面 好那么我们直接开始 今天的这个废舌尔了 那么在此之前还得给大家提一点 那么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新的棋盘有什么感想 那么如果大家还是喜欢以前那个老棋盘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过去 昨日重现一下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半对局 是发生在1963年 那么废舌尔这一次还是毫无疑问的站在了白棋这一边 那么这次直黑棋的又是一个新人物 那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起的上一期 废舌尔的视频当中 那个嘉宾是谁 上一期视频当中那位朋友叫做这个斯坦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直黑棋的跟这个这个名字 好像一大从小异 叫做斯坦曼爷 斯坦迈尔 这个名字听上去更加霸气一点 感觉是这个斯坦的进化版 也不知道这个棋下的怎么样 那么马上来一探究竟 那么首先大家可能很久都没有见到废舌尔 但是废舌尔第一步棋 依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一四 废舌尔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自然 走了一个王兵开局 没有任何的问题 黑棋呢 当时这个曼爷 曼爷走了一步这个C6 走了一个非常稳健的卡路纲防御 那么白棋接下来这个废舌尔第四 黑棋第五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考虑一无 一地无 或者就像废舌尔走那样 完全不管不顾 走一步这个马刀C3 正常出子 黑棋 那么第一四 马一四 然后黑棋走了一步这个向导F5 那么每次遇到这个局面 我都忍不住的想要提一下这个卡罗康经典片招 当然老观众朋友肯定都已经烂熟一心了 那么主要是给这个新观众朋友 新朋友给展示一下 屏幕前的一些新观众朋友 白棋这个局面之下有一个非常狡猾的一部棋 非常狡猾的一部棋 就是这个后翼尔 那么比如说下快棋的时候 黑棋如果想当然走一步这个马第七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门条直接给出M1 Mate in 1 马到第六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门赏 卡罗康经典门赏 那么希望新观众朋友能够注意 当然你下白棋肯定不要这样走 主要想法是当你下黑棋的时候 作为黑棋的时候 你可能当心这样一个骗招 但是后翼尔这部棋本身是一部 并不是特别准确的一部棋 你送了地兵 那么在卡罗康的结构之下 兵都在白格 所以白格像就感觉有点像法兰西的白格一样 所以希望能够在走一六之前 先把这个像走出来 把这个像放在兵垫之外 而且向到F5之后 他先手做这个马 赢得一部初子时间 当然这些都是普招了 接下来在马G3向G6之后 白棋走了一部马F3 黑棋这个地方 这个曼野走了一部马到F6 当然这个局面 实际上现在这个马D7 可能走的人更多一些 马D7之后可以直接控制住 这个白棋马E5的想法 那么当然了 这个马到F6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白棋接下来继续H4 那么接下来准备H5 黑棋H6 给这个像一个逃生的格子 那么然后接下来F7走了一步向到D3 当然也算是普招了 那么事实上 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种走法 就是直接走一步H5 先走一步H5 再向到H7之后 然后再走向到D3 H5之后先固定住对方兵型 然后再向到D3 进行一个交换之类的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 这个F2 它是走这个H5 它没有走这个H5 而是直接走了一步向到D3 直接去兑换掉这个白鸽项 当然了 黑棋你肯定不愿意让这个白棋去交换 然后破坏这个兵型 向时D3 那么后持D3 一个稳健交换之后 黑棋走了一步这个一流 白棋接下来正常出子向到D2 并且率先实现了一个量子E位 那么黑棋这个地方走了一步这个马BD7 正常出子 白棋当时选择走了一个长E位 黑棋走了一步后到C7 然后这个局面之下白棋 当时直接走了一步这个C4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4走完了之后 实际上这个局面之下 电脑好像偏向于 电脑好像偏向于这个 F2 -0.6的样子 -0.6-0.7的样子 那么C4这一步棋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早 因为毕竟你还不知道黑王的动向 它可能长E位 可能短E位 你还不知道它是黑王动向 但直接组C4 当然这C4这步棋本身没有问题 如果对方想要直接后翼进攻的话 比如走一步B5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走一步C5之类的 费手这个地方走了一步向到C3 他就是跟这个曼野表示说 你看 这地方我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将军 你不来将一下 那么曼野表示说 那行吧 那我来将一下 后多F4将军 那么事实上这个将军是一步不太正确的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评分条已经开始不对了 评分条这个地方表示说 我已经给你这个局面将近正义了 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这个后多F4这个将军 后F4这个将军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地方看起来有这样一个将军 但是本身白棋 本身白棋在这个长翼位之后 这个王道B上 王道B是本来是一个很自然的一步装法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反倒是你这个后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 对吧 因为你这个后他孤身一人冲在最前面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只有这样一条退路 他只有这样一条退路 将来如果这个退路被切断之后 这很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后被捉死的战术 那么曼野当时不甘示弱 那么再接再厉走了一步这个马到C5 马到C5之后 你看这个地方 他又利用了这样一个小战术 这样一个牵制的小战术 多一下这个后 看起来非常漂亮 但事实上这些其实都是费射尔 让他走 不是说费射尔没有看见这些战术 而是这些都是费射尔希望他走的一些战术 那么费射尔这个局面 非常简单的走一步后到C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样的话你这个马还得被迫再走开 那么当然了这个曼野继续 这个马C1-4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马到E4 马C1-4之后 这局面已经开始有点复杂起来 毕竟这个马到E4对你施加了很多的压力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平分条 它这里这个地方显示的是 这局面它给出的是正二点几分 也就是说这个局面之下 白棋存在的至少一种方式 可以获得正二点几分的优势 那么大家这个地方可以花三秒钟的时间 来找出那一步让平分条满意的招法 好那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信啊 那么有些人可能觉得要么就走一步这个 看你这个马好像很讨厌的样子 那我就吃掉吧 召唤 你看这个平分条一下就不满意 就也不能不满意 就没有刚才那么满意 所以这个局面之下 这个白棋最佳的一步招法 事实上是这一步 马到E5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棋啊 大家翻这部棋的话 恭喜你这个局面意识非常强 这部棋并不是完全这种战术性的棋 而是比较具有局面性的棋 马到E5之后 首先他放弃了F2的兵 对吧 你这个马到E5之后 他现在进攻你两次 所以接下来这个黑棋可以走这个马持F2 马持F2之后 可以这样作双 并且还能够作你这个G3的马 但是呢 白棋的预置同时 他也进攻你这个F7的兵 大家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均 比较对称呢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作双 而且事实上这个马到E5 醉瘟之地不在酒 他并不在这个兵 而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把这个后 他把这个黑后唯一的这个退路给切断 你会发现这个黑后 没什么地方可以走 将来可能如果局面复杂 局面如果战术很深的话 这个后把后捉死 会成为白棋的一大考虑的战术 那么 那么实战队局当中 当时这个曼野 曼野走了一步这个马持F 他走了一步马持F 他脑海中的计算 可能是觉得接下来要么白棋 接下来可能会走马持F7 那我接下来这个黑棋 不是可以走这个后置G3 对吧 可以吃掉你一个马 并且能够做双 你如果那马持H8 那么我马持D 接下来比如说局持D之后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 双方子力是完全均衡的 但是你这个H8的马 好像并不是特别低下 对吧 所以说这个局面可能 这个当时的曼野还挺满意 但是没有想到 令这个曼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个马持F2之后 Face2走入全场最后一步棋 全场最后一步棋 这个GDF1 事实上非常简单的一步战术 就是进行牵制之后 你这个这棋就一下子 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棋可以动 没有任何棋可以走 所以说当时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评分条 也已经给出了这个轻微的压倒性优势 所以当时这个曼野定睛一看 觉得大事不妙 所以这个局面之下 直接全场第17步就应用任数了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GDF1之后 黑棋怎么走呢 比如说你可以去走一步 这个后持D3 我这地方把你这个马也吃掉 那白棋接下来这个G吃F2 G吃F把你的马吃掉 那么接下来这个 虽然说 虽然说这个白棋少一个兵 但是接下来这个马吃F7 这个地方有个周霜 并且与此同时 白棋也来威胁G到F3 对吧 因为这个局面之下 这个G到F3 可以直接把这个后野桌子 因为这个白棋把所有的这个后 可以到达的格子 全部控制住 全部都控制住 所以 当然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冰 这个冰当时这个费士尔没有冲 这个H5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他这个冰控制了这个G5的格子 对这一波不得不说 费士尔可能站在大棋层 做了一个云计算 把这个也算到 所以这很关键 把这个后野桌子 所以说GF3 然后马吃F7 只得了两个威胁 黑棋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挡 那么或者说这个地方 如果黑棋说我不吃你G3 而走一步 比如说 马6G4 马6G4去保护一下我这F2的马 并且将来可能还有这个马E3的想法 但是接下来白棋非常简单的走一步马吃祭祀 那么直接又白棋得子了 这个局面白棋得子 因为你后不管吃哪一个马 后吃G4 那么接下来后吃F2 后吃F2的马可以保护自己G3的马 那么白棋多一个子 白棋获胜 或者这个地方如果你吃这个G3的马 接下来马吃F2 这个马吃F2之后 还是白棋得子 也不管怎么样都是白棋获胜的局面 那么所以说没有想到这个曼爷啊 虽然名字非常霸气 但是竟如此的短小惊悍 整排队局17步应有认输 好 那么还是希望大家依然能够非常享受 这样一盘令费上的难忘对局了 那么最后我还是要公布一下 今天这个有趣的无奖竞赛答案 韩非只是币 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学到一首 那么另外我还是感谢一下去年年底啊 胡胡言胡言 和上个月的想做旅游的肥宅 徐岛LSLE徐 马骑马的鱼 骑虎南下王毅汽王 Drake 还有Hebary Princess 偶尔任性924 青红辣椒炒鸡丁 何成子 还有本月的何东汉 那么这些朋友给我提供的充电支持 非常感谢你们 在我没有更新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默默的支持我 非常感动 来日方长 我们下期的 赞 赞 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